他帮我选的衣服 他帮你选的 对 最近都选了 是不是穿这么新鲜的 你还好 你觉得他穿什么我都喜欢 这个是这样 我觉得首先呢 因为前段时间可能 我也看到了一些报道 然后说这个有未婚先孕 然后又怎么样 然后其实不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俩都比较传统 然后呢 一定是应该是先 结婚登记 然后再去考虑其他的问题 谢谢 谢谢所有 接婚的打算应该是 因为现在我们得 刚才跟你讲 要得先登记 你得注册你才能交税 要不然你怎么交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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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的话 这个得看情况 感觉不像以前的 因为是跟我在一起吗 那是因为说话 就让你朋友 我也不想去面对 对 对 你就是个报道 然后你怎么要回应的吗 对 我没有什么要回应的 对 那就是 可能一天都比较正常吧 谢谢 谢谢 就已经好了 就会大方的勾勾转了 不知道 我觉得心机脆弱吧 那两位 因为最近在外面 就在讨论中国共犯 不知道两位的梦想是什么 梦想就是 对 然后那个 有一个好的归宿 能够把日子 踏踏实实的过下去 那梦想什么时候能够实现 又回来了 又回来了 这个问题 我先能够回答 那梦想那个青春派 这个朋友 成织非常好 今天还已经做很麻烦 你自己的办法 接下来我们可能要做新的工作 然后包括跟刘涛一起的 做的剧本的戏 也都完成了 想做一些前期的丑费 那梦想 你其实跟这个 好好在一份 就突然间的 小两边 所以其实我并不太愿意 有这样的场合 就让大家确认好像是 但是这些两个人还是来的 而且实质就超吧 就是我觉得因为有些事情 可能我 其实我对美女 并没有这个演演 或者是怎么样 然后最近因为一些传闻 实在传闻太厉害 那个 所以 那我们两个就从开箭 就回击不熟 不不不 那没有没有没有 因为总觉得也是 他非常有个朋友 如果要不然的话 怎么办 那把朋友就突然 嗯 嗯